好 我切過來囉 3 2 1 好 我們來看幾個 那這裡呢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可熱的 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 不一樣的方式 它就可以一層一層的進去 那老師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一層一層進去 有沒有發現好像那個解析度不會因為這樣而變這樣 變得很模糊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目前來講你按右鍵你會發現 事實上它是用那個Flash 那有的老師可能會說 那我以後如果要在行動裝置上可不可以用 它現在也有 也有在行動裝置上可以播放的 可以播放的一個版本 只是在電腦上它是用Flash 那麼這裡還有 這個韓國的 所以用這樣方式其實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的空間可以無限大 對不對 你的空間可以無限大 不見得說一定要局限在說 我每次像一般我們簡報 就是一頁一頁就是那個範圍 我可以把我很多的東西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去做更多有創意的一個 有沒有你看這邊往後退 對不對 一般我們簡報是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感覺的 那事實上呢 其實我們現在最近 微軟也有另外再出一個 微軟也有出一個類似像這種 因為看到它很不錯嘛 它也想要來一個 那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你看我們的這幾個 然後呢這邊還有 它裡面一樣可以做超連結 好一樣可以做超連結的 好這個讓它先下載一下 先往後好了 好 那麼像我們一般在做簡報的時候 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 滑過去這裡有沒有 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直接跳也可以 好 那這幾個我就先不做了 那麼 您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Place該怎麼去用 老實講 今天這個很簡單 非常簡單 老實會上網就會用 這個 我沒辦法拍 好你看喔 像這個 它有的還在下載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沒有 倒退 對不對 又變成另外的 所以不見得一定是 由外而內 你也可以由內而外 就是 room in之後 或者在 或做run out 好往後退了 都沒有關係 不過我一個 小問題是說 我們在用傳統的Power的時候 常常說 有需要的話 第一張跳到第三張 第三張跳到第幾張 第三張跳到第幾張 對 那像剛剛看這個只有兩個 按鍵控制 向左跟向右 就是說 我的zoom in跟zoom 要是我原來就設定好 對 對 那如果說 比如說 我想要跳第幾張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跳 這是一種方式 那也可以一個方式 就是 我就往後退 我們滑鼠往後退 我把他推到外面去 他在右手邊 這裡有個home 可以回到最原始的那邊 或者是我往後退 好 我今天看到 要看飛機 我就點兩架 就進飛機 這裡 哇 飛機剛好是 這裡 欸 這邊 就是你點到那個點的時候 其實他會進去 他會進去那邊 那我看一下我的 像我的在這邊 如果說我往後退一點 我今天想要先看這一塊 先看這一個 我就咚咚 有沒有 就進來了 欸 所以其實 只要你大概知道在哪邊 你也可以平移的 平移過去 好 點到這邊 他就自動轉到那邊去了 所以 也蠻特別的一個方式 跟我們一般就是 用單純用業術去 控制的比較不一樣 好 那 所以呢 老師大概看過這樣 應該就知道 大概press是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那 主要是用滑鼠 你可以用 簡報筆的話 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你必須要用那個 鍵盤 或者滑鼠去做 控制這樣子 好